我最喜欢的西式早餐就是热乎乎的松饼配上热牛奶 不过这种奢侈是不常有的 看似简单的松饼远没有白粥咸淡来的简单 无论是材料的准备制作还是后期厨房的清理都是恼人的事 偶尔试试算是味道下次挤啦 刚做好的松饼热且松软 放上一块黄油 淋上些许蜂蜜 用饼的热度融化黄油 连带着蜂蜜一起入口 浑身都是暖暖的幸福感 蛋黄 蛋白分开两只碗 蛋黄加入白糖 打发至体积变大发白 缓缓加入牛奶打匀 蛋白打发至提起打蛋器有尖锐的小角 与之前的蛋黄一混合 用自下而上切拌的方式 借记不要顺时针搅拌 筛入面粉 快速搅拌 有少许颗粒也没有关系 静置一会 平底锅加热 若是不黏锅不需要放油 否则加少许黄油 若是放油就不会有底面均匀的咖啡色 两面成熟后装寒 加上黄油和蜂蜜 以及自己喜欢的果酱水果 趁热享用吧 谢谢您的后来 请不吝点赞 让我先试一下